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认识我们的信仰 能够定准我们信仰的核心目标 那一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样 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一个身份的 而这个身份 其实在圣经的原文 它比较清楚 可以让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呼召 人的生命里面 是有一个呼召的 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 是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我不仅仅是仅仅能够在世上活不了多少年 然后就死掉 然后黄土一杯 不是这样 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仅如此 祂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我不晓得你自己怎么看待你 但是上帝说祂看你为保为尊 祂在你的生命里面 祂有一个呼召 祂有一个呼召希望你能够做成的 而这个呼召的事情 有一天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去交账的 所以唯有我们 我们是被拣选的 在全世界六十亿人口里面 六十亿人口的概念 就是手牵手的话 可以绕行地球 好像是17圈吧 那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了 那但是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然后呢 是有君王的身份 然后我们会要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 我们这个国度是属于神的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可以证明 那拣选我们的是一个好神 拣选我们的是一个 祂有美好的旨意 然后可以是带来光明的 是没有黑暗的 是没有幽暗的 是透亮的 这是这里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 那在同样二章的11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 我们活在一个征战当中 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需要做决定 然后可是在我们越来越忙碌的社会里面 那以前 联络一件事情要写一封信 那用信可能一个礼拜以后才会到达 所以在信还没有回来以前 我们可以安疏过日子 可是现在来讲 赖一下 你就马上要回复 所以变得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们的一生 其实你有更多 更大的困难 更大的征战需要去面对 古人 李白是这样说 他说 夫天地者万物之利履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而福生若梦 为欢几何 其实我很喜欢这首诗 因为他里面讲到的利履就是客栈的意思 他就讲到说 这个天地就是像一个客栈一样 也不是你的 然后你就是来一下 然后你就走了 然后这个人生就像是做一场梦一样 而且快乐的事情还真的不多 这是私人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 这也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的看法 即或你是基督徒 你仍然有可能 你也会这样子有这样看法 所以每一次别人都说 我们人生就是苦 不是已经写在你脸上了吗 对 这是我们大家所认知的 两个口鼻子加上嘴巴 要写在我们脸上 我们的人生就是充满 如果你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实在是为欢几何 那于是像这样子的一种疑问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经常是在每一个有灵性的人 他的灵魂经常都会去问 那摩西也在他的祷告里面 他也向神祷告说 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怎样 智慧 好叫我们有一个智慧 可以来数算 你不要以为明天还有明天 后天还有后天 不 我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更多的来思想 那我们是在一个客旅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有一个蒙召的身份 而我们如何能够守着这个蒙召的身份 那到那一天 我们能够使我们的主喜悦 那西伯来书说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 将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是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连续的两段经文 我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 上帝从创世以前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那因着上帝的 他的预知 就是他能够知道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就已经创立世界以前 他就为我们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 所以把这些计划写在什么 写在圣经里面 写在旧约 但是那些事情只是什么 美式的影儿 那不是真的 那这个哥罗西书里面 他说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旗 月朔安息日 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事后事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那形体却是基督 我们好像别人称之我们为 我们所信的叫什么 基督教 其实我真的 我们都不太喜欢别人称之我们为教友 有教友来 没有教就没有来 我们不是教友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 我们期待的是 这件事情去本体 本体却是基督 所有旧约所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导引到一个主题 就是什么 基督 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那很多人他的看法 觉得说 那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了很大的委屈 折磨 于是他们祷告上帝就救他们 可是上帝他的看法不是这样 他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说 你们认为你们受苦 祷告我垂听救你们出来 这对啦 但是我们基督徒永远 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 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 所遭遇的困难 而不是从 而不是从我们的困难里面 来看上帝的作为 他说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什么 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话跟彼得前书里面 讲的是说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神从始至终 祂的目的 祂的目标是从来没有改现 没有改变过的 但是只是在以色列人身上 是那样子的作为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这么多人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 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有一个目的 祂要把我们放在翅膀上面 背我们过来 如果以色列人 今天他们是在埃及地 然后他们没有在哥山地 他们遍满了整个埃及地 然后他们在埃及地 他们那么会生 所以他们就很快的 就在埃及全地做主了 他们还会想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吗 一定不想 于是神他就大翻了阴槽 小鹰小老鹰本来就放在 这圣经里面 民宿记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是神说的 他说他把他把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像是那个老鹰 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的草一样 那就是小鹰整天没事干 就等着妈妈来喂他们吃虫 吃那些东西 他们觉得生活好幸福 也无忧无虑 那也没有什么好烦恼的 可是那个妈妈 他就把那个鹰槽打翻了 打翻了以后 这些小老鹰他就摔下来 然后就正立的 这个这个就冲来第一次 脚下没有踏到任何东西 于是他们就正立的 拍他们的翅膀 然后可是没有力气 于是圣经里面说到 老鹰他就飞到这个小鹰底下 用他的翅膀把小鹰背起来 然后把它放回去 没有再把它放到上面再摔一次 一直让他这个小老鹰会飞为止 他说把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这上帝从始至终的心意 是要我们能够成为属他的子民 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祭司是干嘛的 祭司的国度里面 就是我们都是来服事神的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 伸开我们的眼睛 好让我们看见上帝造物的奇妙 造物的全能 那哪有一个职务 哪有一个工作 可以比得上我们可以有机会 服事着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来的荣耀呢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 我跟你讲 我们的一生就是会不准确 你一生跟我的一生 都是同样的度过 可是上帝做供在你生命里面 那样子的质量 确实差异是很大的 你可以想象吗 你蒙遭成为一个祭司 那你可以蒙遭被应聘 成为一个公司的经理 结果你三天两头不上班请假 然后说我累了 我要休息 我心情不好 我要停止服事 那你觉得老板会用力吗 如果你们肉身的老板 都不可以这样来讲的话 那我们永生的神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来服事他 原谅我 但是这是圣经里面这样说的 那神对在当初他拣选亚伯拉罕 离开这个约翰的时候 他说我们一起来练 好不好 耶和华对 你要离开本 神他呼召亚伯拉罕 只有两个目的 不是一个 两个 第一个 是要亚伯拉罕 承受丰盛 然后成为祝福 承受丰盛 就是他要使他成为大国 要赐福给他 要使他成为丰盛 承受丰盛 成为祝福 他到哪里都可以祝福人 基督徒一个有君尊的祭司 本来就应该要做这两件事情 我们是能够承受上帝一切的丰盛 然而我们也要成为祝福 我们到哪里 哪里就需要改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是服侍神的人 我走到哪里 哪里就应该要会改变 如果没有改变 是我的问题 不是上帝的问题 所以就是因为我改变的很少 所以我也经常在检讨 我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把我身处的环境 因着我是一个君尊祭司 而能够改变呢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也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我们承受这样子的呼召 我们拥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运行呢 所以这是上帝一起头的心意 要使我们能够承受丰盛 然后成为祝福 那于是上帝把以色列人 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他的心意是要让他们进入一个美好 宽阔流来与蜜之地 漂亮的 很宽广的 流来是指的是动物的精粹 然后蜜指的是植物的精华 讲到是说这生命一切的美好 都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 这是上帝用这个旧约 带领我们让这个进入出埃及 进入迦兰地 这个过程里面 要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奇妙的计划 而在新约里面 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上帝他在旧约的时候 他是用迦兰地来预表 他要带领他百姓 进入那样子的丰盛里面 而在新约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 能够承受所有的丰盛 然后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属灵的福气 常常我想到这句话讲说 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跟神说 还要更多 神说他没有了 为什么 他已经都给我们了 那哥罗西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不仅是 我觉得基督我们 我们需要对基督 有一个更准确的一个定义 那基督是受高者 基督就是我们 我们是要成为小基督的 我们是基督的一份子 那所有的丰盛都应该在教会里面 所有的丰盛 上帝把它已经放在教会里面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领受 这个是上帝从始至终 他没有改变的心意 我感谢神 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 如果今天是上帝所没有讲的话 我们强制的这样去要求 那是我们的不是 但是这是神明明的写在这里 要让我们看见 更是要让我们得得到的 所以当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 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 是我们一从起头得救蒙恩的以后 我们每一个当你决志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已经领受了一个这样子的身份 然而你却是需要有一些的步骤 第一个他讲到说 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 假善 嫉妒和一些毁谤的话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细的去讲这些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脱去了救人 是要穿上基督耶稣 然后我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我们因此建章一致得救 很多人在问你说你信耶稣多久了 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都有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气管的故事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纺织厂 他们因为被创投公司并购 所以创投公司为了要使这个纺织厂的业绩 能够快速的提升 那于是他们就想要重新聘请一个厂长 来带领这个公司 那于是他们从外国找了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专家 来帮他们做interview 就有很多人来interview 于是他就找了一些履历看起来还OK的找他来 然后其中有一个40来岁的人看起来很有经验 他来了以后 然后举例表一看 他在这个相关行业里面服务了15年 然后那个主考官就跟他谈了一下 谈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你可能不适合我们的条件 怎么会呢 我有15年的经验 结果那个主考官说 他说我诚实地告诉你 你是在15年都在纺织业里面工作 但是对我来看 你只有一年的经验 只是做了15次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常常是 我们常常是 你信耶稣信了很久 可是你还是个你资深的baby 因为你没有长大 你只是出生的事情连续做了15遍 那像是我们 这个人家做统计 这个整本圣经被读的最多的 就是创世纪跟马太福音 信主信了10年 从来没有机会出嗨集 从来没有机会 这个进入到迦然地去 那马太福音 读了半天 就是读不到约翰福音 这个叫做什么 你一年的事情做15次 所以我们要爱慕 但你那种事情 它是需要有一个可慕的心 你愿意可慕的 要去了解更多 然后我们才能够怎样 因此怎样 见长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吃 没有办法正常地吃喝 那你怎么可能长得大 你长不大 你就会被人家呼咙一下 你就会吓到了 你就没有办法得救了 你就常常落在那个需要被救的光景里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你生命要成长 然后如果 而且我们的生命需要有验证 也就是说你每次都讲说你的身多好 那可是好像在你的生命里面看不出来 我那天听到一个同工 他讲说他的教会的一个会友 那因着同事 然后得了癌症很严重 然后就约他一起去探访 那他也很乐意去探访 然后他就跟他探访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然后就跟他讲他过往的经历 然后讲他说新耶稣很好 然后就指着那一位带他来 你看你的同事 他也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啊 同事那么多年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那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 没有智慧 他没有办法有让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徒 那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有品尝上帝的恩典 也需要能够传递这样子的恩典 然后那建造的范本 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那你对其的方向就是圣经所说的主乃活石 我们必须要建基在这个基督耶稣这一块活石上面 那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一个 你领受的这样子的呼召 然后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你要能够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这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个祭司的身份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 献祭 献祭 我们今天会更多的讲到献祭的事情 然后那这就是讲到说 领受的职份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实践 然后当我们在建造的时候 任何的建筑 你都需要有证照 你都需要有蓝图 你都需要有一个样式 所以 所以经上说 看哪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小石 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必不至于羞愧 其实羞愧的定义 我想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 其实里面他讲到说 大卫说神啊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那好像是说基督徒都不会 都一定是飞黄腾达 都应该是很有面子 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在永恒当中不会羞愧 让我永不羞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为宝贵的目标 让我在永恒里面 我永远不羞愧 人看我怎么样 重要吗 但是在永恒里面 如果我们在那位爱我们 照我们的神面前 我们是不羞愧的 那我们才称得上是一个不羞愧的 在立位祭 今天我们会比较多的讲到 立位祭的五种祭 那就是讲到凡祭 那数祭 因为平安祭 赎罪祭 赎千祭 然后当圣经里面 在立位祭里面 还有讲到的就是 举祭 殿祭 瑶祭 好像我们每一次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读到立位祭 就不知道不知所云 那我很期待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把这些的事情 对应到我们成为祭司的呼召 我们来看一看 那因为我实在听了很多人来讲说 这个立位祭 为什么讲这样 为什么讲那样 我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的含义 而且我刚刚也告诉大家 那都是影儿 而实体是什么 实体是基督 而那个献的祭 那种五种祭 其实基本上就表示 意味着意欲的是我们的祭 祂为我们成为这些的祭 那在立位祭里面 立位 立位祭这三个字 是从七十四译本 里面翻译下 翻译出来的 你知道在古代有五个大的帝国 像什么波斯 什么巴比伦 这些一将 到后来的罗马帝国 其中只有一个帝国 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到的 只是隐约之道 那就是希腊帝国 那希腊帝国 他们就是把这个圣经 西伯来文 找了七十个人 翻译成为这个希腊文 所以他们就叫他叫做七十四译本 那七十四译本里面 他们就把这一卷书翻译成 叫做立位祭 好像 但是我们每次看到立位祭 好像就有这个书 写给立位人看的 不是我看的 不是 其实圣经在原文里面 他的每一卷的名字 是用前面的几个字 所以在原文里面 就是说 他呼召 他呼召 神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 他呼召 他呼召摩西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你也可以理解 这个是对我们 对我们讲的话 他呼召我们 然后在立位祭里面 虽然在二十七章的里面 那你看了很多 也许你现在看不懂 希望你待会会懂 那应该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 但是他里面有几件事情 有这三件事情 是他三个主轴 他最重要的一个主轴 就讲到圣洁 也讲了八十七次 赎罪四十九次 然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他讲交代的一件事情 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话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好像就是讲了这句话 然后后面盖一个印章 这是我说的 那这三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很清晰的 你可以辨明 那在这个立位祭里面 那上帝所想要向我们表达的 而圣洁 他的意思是 更定准的讲 就是分别 我们教会就是被世界 从世界上面 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叫做圣洁 不表示说我们很干净 而是说我们是分别出来的 所以神他用一些的祭 使得上帝的百姓 有一部分人是被分别出来的 是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的 那 所以立位祭十九章 这里说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 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希伯来书也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追求与罪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神他是圣洁的 我们没有人能够跟他 除非你有一个生命的形态 跟他一样 你才能够见他 这就是为什么 说基督徒要追求这个和睦 要追求爱 如果基督徒没有爱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 进入到永恒里面 因为我们所认知的永恒 叫做什么 爱子的国度 那个国度里面是充满了爱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爱 你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不是圣洁的 你就没有办法去见到那圣洁的主 这是相同的意思 那生命记 立位记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 一到十章 就叫做成圣的根基 是讲到各样的记 以及祭司案例的程序 然后十一章到十一章到二十七章 就讲到一个成圣的生活 我没有预备在里面 但是我可以顺便提一下 你知道那个大祭司 当他们被案例了以后 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是要在会幕里面 与主连续观索七天 你可以去看那个 在好像九章左右的地方 亚伦跟他的儿子们 当他们在那边 当他们被案例了以后 被告立了以后 然后他们要居住在会幕里面 七天的时间 那不能离开 所以这里讲到说 当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你需要由于神面对面的关系 这是上帝的一个特殊的旨意 需要能够跟你观索在一起 那一到七章里面讲到的 就是翻祭 数祭 平安祭 赎罪祭跟赎千祭的这五种祭 那我们就更深一点的来看这一些 那基督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基督是新乡的祭物 那第二个是基督是儿女们成圣的根基 我们所有这一些的祭 我们都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来看 翻祭 它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而现的 它是为了单独的 单单的就是满足上帝 而完全献上的 那数祭是表明我们基督生命的美好 它荣美的生活成为人与神的满足 而平安祭是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与神之间是有平安的 那赎罪祭表示我们是有罪的 而赎罪祭是要解决我们的罪性 而赎千祭是表示我们会犯罪行 那赎千祭是来解决我们 洁净我们的罪行的 所以这是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可是从我们人的角度 是刚刚好要颠倒过来看 我们常常犯了一些不该犯的事情 你也知道不好 可是你就是会犯 那犯了怎么办呢 你就要求神怎样洁净你 洁净了以后 可是我像是还会再犯 那怎么办 我就需要能够求神来 使我这个罪性能够被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赎罪祭的功用 使我的罪性能够被改变 然后呢 于是我就能够跟神之间能够有平安 然后这个数祭是表示 我们跟神之间平安 然后我们的生命被做成 做成到一个神对上帝是甜美的 对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是美好的 然后最后 你不再为任何世上的事情求 单单把你自己献给神 你知道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耶稣 祂活着就是要来满足上帝的心意 所以祂即使不为你我的罪 祂为了神 祂也要献上自己 这是真理 所以 因为祂的被造 所以你看那个西伯来书里面 就有讲到说 他说感谢神 你为我预备身体 就在这里 他说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烦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乐的 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番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那这些都是按着什么 按着律法献的 就是 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 其实耶稣来了 就是为了要献上他自己 来满足神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 番祭的时候 这番祭 他所献下来的东西 是有宫流 宫流 宫绵羊 宫山羊 或者是鸟 有班修 除歌 这是穷人献的 然后 那耶稣的父母亲 就是献这个东西 所以感谢神 那这样就不用比较了 耶稣他自己 已经来的时候 已经是献的是 最便宜的 然后内容 我们献了以后 是全部都要烧在坛上面 而且你所献的是 没有残疾 甘心献的 这是像神一个什么 专一的表现 那献给神的是什么 全部都献上 那归给祭司的 就是祭生的皮 那献祭的人是没有份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献番祭的规定是什么 第一个是要没有残疾的 是最好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被祂的爱所激励 我们想要献东西给祂 我们就跟祂讲说 等我功成名利了 等我退休了 等我什么时候 那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教会的故事 说有一个基督徒 祂在教会里面多年 然后别人说 你要更认真一点 然后讲说 没关系 等我退休了再来 结果后来 当祂退休的时候 生了很严重的病 然后病的已经很严重了 结果他们教会的传道人 要去看祂 结果就想要 去看人家生病 就预备了花给祂 结果那神就 给祂很强烈的感动 于是祂就把花 放在家里面三天 然后三天以后 已经就要冷静了 然后就已经都要叼尾了 然后她才拿去送给她 那个老太太在床上 还是很不高兴 你来看我 怎么拿这个东西来看我呢 她说同样的 我是很早的时候 就想要拿来给你 可是那圣灵一直阻止我 然后告诉我说 你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想说这是好的东西 等我退休了再说 等我小孩长大的再说 等我 你有太多 在生命里面 你有太多东西值得你 或者是 你需要去等待的 而这翻记的意思是说 没有残疾 没有瑕疵 是最好的 是在任何的时候 你所拿出来的最好 然后是全脂 是整个都要献给神 而且为什么要切成筷子 要剥了皮 切成筷子 事实上你所献上来的东西 再也分不出来 这一支是什么东西 要把皮整个扯掉 所以你有好多只流 流啊羊啊 通通都在一起献 分不出来是哪一个 献上了就没有自己了 就分不出来那个是我 不是 那个那个没有了 那而且你个人要按着你什么 自己的量势 你自己的力量来献 但是你献功 每样东西都可以 你要量力而为 但是 你要把自己全部的献上 而祭物 他必须要是供的 那供的通常对我们来讲 他是有殷勤 你看在那个 里面讲到 他有讲到几件事情 他献祭的时候 第一个他献功流 表示殷勤顺服 老苦的 第二个他献功阳 就是讲到 祭司在任职的时候 他所献的 所以他有献功流 有献功阳 然后献班纠跟除阁 其实基本上面 你看他这里 他是有他 不同的意义存在 如果 如果圣经讲的 就是那个时候献祭 那为什么要给我们练呢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的历史都练的 都来不及练完了 还列到外国人的历史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跟我们有关系 那上帝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我们面前 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去看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祭司 你要怎么样能够从这一些的 这一些上帝一起头的规定里面 你去发掘 去看明 那上帝到底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所做事的这个规模 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 他期待我们献上完全 献上公流 献上我们的殷勤 我们的顺服 献上我们的牺牲 因为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 他像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他没有叫 没有挣扎 就是一种顺服 然后 班纠除歌 那超越我们 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属天的力量 我们需要献上来的东西 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 神所要的 写在这里 那什么是我们能够献的呢 按照自己的样式吧 那什么时候你需要献上番祭 那这个 神说 他说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番祭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我跟你讲 二十四小时烧着 随便你欢喜 你什么时候要献 就什么时候来献 这个 这个讲到的就是说 我们献番祭 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早上晚上 但是圣经上帝说 二十四小时都烧着 随便你什么时候来献 你都可以来献 那数祭 他的翻译 其实他是跟食物有关 这表示是可以吃的 你知道神 他呼召我们成为祭司的时候 他并不苦待我们 他期待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有享受 所以他把那个数祭 就是数祭是必须要同献的 就是你要跟另一个祭物一起献的 而且这个祭物除了一把以外 其他是可以吃的 那这个数祭 他有四种的成分 第一个是细面 这个面是需要经过麦 然后磨了以后 然后使它均匀 使它柔和 然后就像是十字架一样 把我们的生命做得更加的柔细 而油 他要拌着油 那个橄榄 压碎了才能够流出油来 我记得我听一个传道人说 他去以色列 看见他们在做橄榄油的过程里面 然后他说 他去看到他们古时候做油的设备 所有的橄榄要压碎 然后压碎的 在压碎的压的厂子里面 还有五块大石头 那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压完了以后 都碎了以后 就放下第一块大石头 然后呢 现在你们看去买橄榄油 都是什么第一次的 我跟你讲 出炸的 那个出炸的在以色列 他那个出炸的是献给神的 是医药用的 然后第二块石头 放上去的时候 流出第二道 那第二道是人食用的 那第三道 是这个润滑用的 或者是燃烧用的 然后那第四个 他就是变成就是说 可以做肥皂 那第五个就是更粗糙一点 那他就是 意思也就是说 在感染 他被压碎了以后 他在不同压棘的过程里面 他会分泌出来不同的油 意思也许可以抑郁到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在每一次的苦难里面 其实神都期待我们 能够流出一些东西来 你可以学习一些东西出来 如果我们在一切的苦难里面 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学习 那叫什么 那叫做枉费了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使上帝可以喜悦 使别人可以快乐 那我们就需要 有酱有细面 有乳香是新香的气息 有盐就是使我们的这个忌 不会坏 而且是有滋味的 那这样子的这个数记 而且他里面有 他里面 这个讲到说 这是他讲到他要做的 那其中只有一个 祭司自己的数记 是不可以吃的 是要全部归给神的 当然这里面的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的服饰 是不能够使 目标是不能够使自己喜悦 你的服饰 必须是要完全归给神的 那祭司可以享受的是 百姓的服饰 那这里那个立位记二章四到七节里面 讲到说有四种的用法 他说若用炉中烤的物为数记 那或者是说 又用条上做的物为数记 后面下面讲到说 若用尖盘做的纪物为数记 那这里讲到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当我们这个生命 你要如果是面 如果只是面 你没有办法享受 你要把它轰制 那在炉中烤 那是变成一个火热的试炼 那这个条上面 是一个公开的受苦 他讲说 他已经受这么大的苦 仍然能够去服侍神 这叫什么 这是他在铁盘上面做成的数记 而这个尖盘上面做成的数记 是一个间接的 是一个比较隐藏的 他在很大的煎熬里面 可是他的生命 就是这样子被做成 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说 这个祭司 他能够在圣殿里面 神让他可以享受 这个数记的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他的材料是特别的 然后他的做法是特别的 好让我们可以从这样子里面 当我们的生命 不如你所期待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所讲论的 因为他把他的百姓 放在翅膀上面 载过来 他把他的百姓 放在炉中去煎熬 他把他的百姓 放在种种的困难里面 好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 一如前一两个礼拜 牧师一直在提醒我们 天国的生命是什么 那牧师还好不在 会不会很伤心 自己快乐 然后使别人快乐 对不对 我们要成为一个数记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使自己快乐 使别人也快乐 然后平安记 其实我跟你讲 所有的记 都是 其实是为了这个 为了平安记 如果我们 我们的罪要蒙到赦免 没有 我们的罪不蒙赦免 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 神的心愿 并不是期待我们献祭 神的心愿 是期待我们 与他之间有连结 我们跟他之间是没有阻碍的 是能够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邪 已经得以清净了 是他 因他使我们 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神使我们能够与他之间 能够有连结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 牧师讲到说 他去探访 他教会 他教会一个姐妹的父亲 说连老 然后 身体很不好 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希望牧师去家里面 看访他 那牧师当然就去了 他去了以后 进到房间里面 就看见那个老先生 躺在床上 旁边放了一张椅子 他心里想 他还知道我来了 然后他就当着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面 然后跟牧师讲 跟那个老先生 他的弟兄 老弟兄 讲话 就那老弟兄就跟他讲说 他说 我跟你讲一件秘密 你不要跟我女儿说 然后他说 因为我每一次祷告 我都没有办法 我都好像感觉 跟空气讲话一样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想 如果按照圣经所说 那上帝他就在 离我不远 就在我的旁边 然后就是他就搬上椅子 来给耶稣坐 所以他每一次 他就觉得 他这样子跟上帝祷告 他就觉得 好贴解 然后 那个牧师 这些心里面是很感动 后来探望他以后 就离开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女儿打电话来 跟牧师报告说 他说我父亲 前天已经过世了 他说 但是 但是在我父亲 过世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 就是有一些 很困扰我们的 就是我父亲 总是把他的脑袋 就是枕到那个椅子上面 他说 他说我们就把他搬过来 他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枕过去了 那 那个 那个牧师他心里面知道 他就跟 他 他就讲 他说 其实他去 探望那个老仙人的时候 就跟那老仙人 那老仙人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那个秘密 不要跟我女儿讲 因为我脑袋是清楚的 但是我这样子讲的话 他们会把我送到老人院去 他们觉得 我脑袋不正常了 他说 可是 你知道 我这样子 每一次这样子的时候 我都感觉上帝 跟我在一起 所以当他在 最困难的时候 当他在最软弱的时候 他能够 好像 耶稣就在他旁边一样 他就可以 躺在耶稣的身上 平寒忌 神期待的 千山的流是他的 万山的羊也是他的 他不需要 我们献上任何东西给他 可是 这位伟大的神 他居然 期待我们能够单单的跟他有连结 而这样子的连结 确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们有罪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神不是要击杀我们 乃是因为他圣洁到 我们接近他的身边 我们自然就会死掉 所以 他就设下了各种的方法 用血来使我们得洁净 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 与他有一个平安的团契 这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思想到 在立围经里面 神向我们解开这些奥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是要来献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好献的 我们能够献上来的 就是我们一颗愿意的心 我们能够献上来的 就是耶稣的宝血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你知道 在所有的这个祭里面 只有这个平安祭 是这个平安祭 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享用的 是祭司也可以吃 献祭的人也可以吃的 然后他这里讲到说 要归给神的部分 是烧上汁油的部分 然后就讲到 盖在肋脏上面的汁油 然后整肥的这个尾巴 两个腰子 还有肝上面的网子 那些的汁油 有一些人解释说 这是上帝爱我们 知道吃这个东西 胆固存膏 所以吃了以后 这三膏就不得了 可是这个是比较 心派一点的讲法 可是在当时 我宁愿相信 其实上帝 因为讲到汁油 讲到这个肥尾巴 你大家不知道 什么叫肥尾巴 这叫肥尾巴 有一种羊 它有一个很肥的尾巴 它的尾巴很粗 然后它所有的生命 就是它的自由 都存在这个里面 这根尾巴 可以好几公斤重 所以当它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它就靠这个尾巴的养分 所以我甚至有看过另外的图片 这尾巴已经快拖到地上了 很肥的一只 所以你们多生意想说肥尾巴 那尾巴是哇好陷的 不是一根吗 不是啊 尾巴是很肥的 所以讲到就是说 我们献给神的 不是给我们自己享受的 是我们那一些隐藏的 美好的生命的精华 那些东西是归给神的 那些东西不是给我们自己来享用的 我们一个基督徒 你生命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上帝 因为你是被呼召来侍奉祂的 所以啊 归给这个大祭司的部分 那特别讲到摇祭举祭 其实我想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 因为通常他们讲到胸 就讲到那样子的感情 然后摇 他们那个献祭有三种 举祭 摇祭跟电祭 那摇祭就是把祭物拿起来摇 那因为它会晃动的缘故 所以它预表着 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然后举祭就把这个力量 这是腿嘛 通常就是右腿 只要是力量 然后献给神 那这就是当然会有另外一个意思 意义讲到就是说 其实那是一个归给神一个升天的 的生命 其实我想这个讲的太深入 又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那献祭的人 可以在享受神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平安 那这个讲到赎罪祭的时候 其实里面虽然是一样的罪 但是这个立位祭里面 把它因着献祭的人的影响能力 把它分成三个群组 你如果是祭司 那我跟你讲 那你要献公流毒 要比较大 因为你要是犯罪的话 你带来的影响会很糟糕 然后你是领袖 你也不能太小 所以攻三羊 然后呢 那个母三羊 这个寻常老百姓 就是献这个 然后献祭的时候 然后那个穷人 就献鸟就可以了 更穷的 没关系 面也可以 这个上帝是充满怜悯的 因为罪是我们经常需要去面对的 所以一样 归给神的部分 就是要把那一些肥尾巴又来了 都要献上 然后归给祭司的部分 如果是祭司为自己的罪献的话是没有 他一定不可以赐喝自己的罪 所以那些东西要拿到营外去烧 那为其他的人 因为他要为其他人单罪的缘故 所以他要在圣所持 那其实这里看见的 他当他把那个血拿出来以后 他做了三件事情 要把血弹 在漫前要弹七次 然后要抹那个祭坛的视角 然后要倒在祭坛前面 甚至多出来的血 简单讲 弹血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你是凭着上帝的吩咐 你就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是完全是信心的宣告 然后磨血是因为 如果你要更深的去讲 你就要讲到分析到说 他抹哪里 抹耳朵 让你听话一点 然后抹你的手 让你不要再做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抹你的脚 不要再走 因为你是被分别为圣 被分别的 更多的是讲这个 那你想说 那这些事情 我们都被搞过了以后 那难道我们就不会了吗 还会嘛 但是你一定要经常 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被上帝的话炼进的 所以以后不要再犯 这是耶稣 对那个行营被抓的妇人讲的话 以后不要再犯 那很多的东西 不是他愿意 而是他里面有一个罪性 会逼死他一定这样做 这个东西 真的是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然后那倒血是使他是需要 有整个生命的倾导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 倾导下出来 倒在祭坛上面 常常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没有办法长进 是因为我们太吝惜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吝惜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 投注在永恒里面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上帝所命定的教会当中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常常就是没有办法 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那赎千记 里面 因为立位记得七章七节说 赎罪记怎样 赎千记也怎样 所以两个记基本上是 类似的 那 所以我们就不太再去 讲这个东西 那 五种记 也许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跳着讲两段 就是讲到说 十章以后 讲到我们一个成圣的生活 这里讲到一个 花了两张的时间 讲到什么 你长截子要怎么办 你长大麻风要怎么办 什么 什么这个墙壁要挖 这个衣服要烧 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 我们现在又没有传染病 那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呢 其实传染病 上帝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要透过那么慎重 去鉴别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告诉我们 你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有这些传染病存在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些的传染病 你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当我们献上数据的时候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你知道 数据真的是 我是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细面 面粉做的 我们众人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错的面粉一样 当我们众人被烘成一个饼的时候 就是波饼的另外一面的意涵 当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能够显出一个见证 所以如果你这个人 是在当中是有传染病的 那这个是需要被捷径的 这个是指的是外面可以看得到的 而十五章一节说 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 你们小育以色列人说 人若身患漏症 他赢着漏症就不洁净了 这讲到说我们生命里面 为什么我们久久没有办法蒙福蒙恩 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 有一个别人没有办法看见的地方 是漏的 你有一个地方是不圣洁的 没有人知道除了你自己以外 而这个东西你需要去对付它 你要在神的面前献祭 献上赎千祭 献上赎罪祭 然后借着与神之间更好的交通 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后那生命的破口能够被堵住 于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才能够存留的主 相同的 这也讲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的当中也许也有一些破口 表面看不见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小组 为什么教会要有小组 我们期待的是每一个每一个的小组 能够成为那补破口的 教会像一个整个的容器 教会神把一些的风扇放在这个里面 可是这个教会看起来没有什么祝福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教会有一个破口 我们当中有人 他在属灵的情况很糟糕 于是他是那一块 你知道那个古时候的那个桶子是很多片 那他是最低的那一片 所以你的属灵的 你丰盛的状态 不是由最高的来决定 而是由最低的来决定 当你低的时候 他就会漏掉 所以 立位记他告诉我们一个成圣的生活 你需要很多的很多可以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最紧要的 尤其是这个肉症 你的生命会被流掉 你的时间在主面前的日子是不被祭奠的 因为我们不圣洁 因为我们当中有太多的问题 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 那这个我很喜欢 因为我看见立位记里面 其实他对于 我们这个公民与道德 其实他教导的蛮好的 你们看他说 我们一起来练 在白发的人面前 要尊敬老人 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尔华 若有外人 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我是耶尔华 你们的神 回去要教导我们家的年轻人 你看见年老的要怎样 站起来 你看这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跟你讲说实在的 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 在圣经里面 他的教导是非常的全面 那我们对于那些外面的人 我们需要去爱他们 因为我们曾经也在外面 那需要有同理心 这个是我想 今天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思想到 这一个经文的时候 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我们宣扬 那召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有一个呼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如果你愿意进入这样子的呼召 你真实的是需要进到那祭司的职务 你需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来献祭 你需要每一早晨献祭 其实如果我们更多的讲到 那祭司被高丽成圣 你就知道他们没早晨 他们需要穿圣服 被圣别 然后他们需要献祭 然后他们需要点灯 然后他们需要烧香 他们需要吃橙色饼 其实神给我们的 要遵行的其实并不难 但是要求我们是能够以祂为我们的核心 我不晓得你自己 对你自己成为这样子的身份 你有没有认知 我实在是觉得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我是什么人 我居然能够服侍着永生的神 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但是你知道神祂造你 祂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荣耀的计划 我们需要就是要在上帝的面前 使力去领受 祂的差遣 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练 请 既废了扫罗 我寻得耶稣的儿子大卫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神做事情 祂需要有器皿 可是没有器皿可以给祂用 所以神说祂在这里 我寻得 耶稣上帝找得很辛苦 祂呼召了那么多人 但是哪一些人能够是合神心意的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如同客履一般 我们的心实在要放在永恒里面 那不管你愿意与否 但是神已经呼召我们 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见证一切的 祂召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的美德 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美德 然后我们 我们要成为圣洁 然后能够侍奉神 能够爱人 君尊的祭司 祭司是能够安慰劝勉 而君尊的意思是与神一同掌权 所以我们不仅只是苦苦哀求 而是我们可以与神一同这样来掌权 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 我们能够带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权柄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来安慰 来祝福